這班參加少年太空人體驗營的中學生 完成九日訓練獲頒發證書 其中三個人獲選為最佳表現營運 今屆學員第一次獲安排參觀位於海南的 文昌航天發射場 他是中國最先進的火箭發射設施 由參觀了文昌航天科普中心 和文昌航天超選中心等 了解同衛星發射、商業航天 和空間訊息相關的數據分析和計算 當然不少得國家重點航天科學設施 包括走船衛星發射中心 了解載人航天任務的發展 讀國際學校八年級的學員顏英明說 趁眼看到發射場的垂直總裝測試廠房和火箭 眼界大開 我未來希望還有一個Aerospace Engineer 航天工程師 進去的時候感覺就是 我明天大學讀完書 我就是想要在這種環境工作 突然感覺到一種使命感 看過每一件事 聽過很多專家的鼓勵 很多進不到的地方 多謝各位的指令長 想給我一個這樣的機會 去學習 去聆聽 去看 去看世界 除了參觀 串脫航天服 做血液重新分佈訓練等 這些太空人要做的訓練 他們都一一嘗試 更和國家第一位女太空人流揚交流 中二學員李家鴻說 對國家航天科技發展感到自豪 中國發展航天事業 已經超越了不少國家 我對此表現是最高的 從內心的自豪 由太空館統籌的 少年太空人體驗營 今年是第十三屆舉行 獲選學員經過三輪因選 包括天文學和太空科學問答比賽 和三天的營前集訓 和面試之後脫穎而出 上個月26日到今個月3日 成為少年太空人接受訓練 太空管管長何萬雄說 這次學習機會極為寶貴 期望學員繼續學習 國家航天園不屈不撓的精神 提升自己的知識和經驗 請問這次學習 請問這次學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